你想要改变吗 在爸妈眼中我是乖巧的女儿 在女生眼中我是美剧迷 在男生眼中我是巨人千里的气质美女 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说要改变 我想要生活充满爱 在爸妈眼中我是独立自主的好孩子 在女生眼中我是不解风情的固执女孩 在男生眼中我是平凡的眼镜姑娘 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说要改变 我要从Zero做到Hero 在爸妈眼中我是乖宝宝 在女生眼中我是阳光宅男 在男生眼中我是最佳损友 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说要改变 我要改变整个世界 改变需要敢于尝试的勇气 更需要一个能使你更加完美的平台 加入天职 让改变从今天开始 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 都是由无数微小的努力 无数普通的你我积聚而成 而在这日复一日的努力过程中 每一次改变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次改变都是一次自我的完善与成长 1988年12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前身 湖南省审计事务所正式成立 2001年总部移师北京 2005年12月 事务所正式更名为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2008年 天职国际排名进入本土所石墙 2010年9月 天职国际携手全球第八大会计师组织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 成为BTI在中国及港澳台地区的 唯一成员所 2011年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实现业务收入总额超过7亿元 进入2012年 天职国际已经成为一家 为上万客户提供会计审计 管理咨询 税务筹划 司法鉴定与破产管理人 工程咨询 资产评估等多元化专业服务的 特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 客户涵盖中央企业集团 上市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特大型基建工程业主 等多个类型 25年的时间很短 也很长 它足以让我们从零 做到本土所实强 在这里 年轻不是问题 而是资本 因为这里 充满了改变自我 改变整个世界的 机会与可能 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你需要的是一支笔 去汇出最精美的图案 亦或是一部相机 去捕捉最精彩的画面 我们绝不会把你塞进影印机 拷贝成众多平庸者的一份子 离开学校 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老师的引导 掌握知识 更重要的是如何应用 在天职 我们都是你的良师益友 你好 I'm Ben Lloyd From Australia 每一年 receive young people From Baker Tilly China In our office 我们从互相学到一样的东西 我们努力努力 但我们也努力努力 你好我是林철秦 我来自韩国富山 中国学校工作 我感到很高兴 当后很多中国朋友 请韩国来自韩国 加油中国加油 工作并不代表着 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 竞争会让你和伙伴 考得更近 忘我并不意味着 你的生活将失去激情 这里是一个战场 更是一个游乐园 我们站在一起 就能创造奇迹 在球场上 进球后的狂欢 击败对手的喜悦 让我有了飞翔的感觉 帅哥 美女 奖杯 庆功party 要知道我们可不是一家足球俱乐部 而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会计师事务所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飞翔的天空会更广阔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种归属感 就叫哥呀姐呢 大家相处得都很融洽 有姓张呢 我叫他老张 会觉得有一种内心很柔软的感觉 我学会说大家怎么去包容对方 每一个人都会因为有对方的存在 感到心里踏实 不需要就是花费很多的心思 直来直去的 只要你有能力 它肯定让你上 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做整理档案这种杂货 肯定是有一个机会在那儿等着你 Fresh Graduate joins Bicatili International any member firm they join 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Bicatili International 看过电视那个倚族吧 我就是住在那样的房子里面 大概住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脖子上长了一个小火接的那种 后来就慢慢发言 当时就觉得要不我就紧尊一组 我就歇了 2008、2009都是去阿尔吉利亚 然后去的是撒哈拉沙默的北边 我们就在大巴车里面 就跟曾桑拿似的 四十多度 然后坐了四五个小时到了机场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回想的时候 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很庆幸当时坚持上来 可以说我在天职 完成了我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也可以说三件 结婚 生子 卖房子 年假呀 然后还有国假呀 然后还有就是考试假吧 这是最大的福利 每次我跟我朋友说 他们都很羡慕 我们一个季度会过一次生日 在这三个月的生日之间 都会一块过 不管你是过生日 还是不过生日 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热闹热闹 然后一会儿吃蛋糕 很热闹 我记得一个曾经离职过的 一个老员工 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我们所有离开过天职的人 都希望天职越来越好 这就是天职 一个年轻人的大家庭 他简单 向上 透明 包容 天职也是一个大平台 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吸取养分 蓄击能量 天职 是你的 我的 也是大家的 天职翻译你 你非因天职而丰满 天职因你的加入而劫持 愿天职 伴你成长 咒你腾飞 加入天职 让改变 从今天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